新北市淡水区淡水国小在每年的学期开始 都会有美术班老师带着学生 来到校园当中的香草园体验种植香草 而今年是第三年 淡水国小跟明传大学传播学院呢 合作举办食农共享活动 有大学生带着这个小朋友呢 认识种植香草 还以趣味游戏冰果的方式来带领他们 可以说是好玩又兼具教育寓意 新北市淡水区淡水国小 到每年的学期开始都会有美术老师 带着学生来到校园当中的香草园 体验种植香草 而今年是第三年 淡水国小与明传大学传播学院合作 一同举办食农共享活动 有大学生一起带着国小学童 不只是认识种植香草 更以趣味游戏冰果的方式 有大学生带着国小学生 一起将这一系列的过程给记录下来 还有在这个活动当中呢 学会爱与付出 那其实经过的这样子的课程呢 孩子们他们亲手去触摸 我们的香草植物 然后亲近土地 然后感受这个气味 那其实呢对于他们来说呢 这种五种 嗜听未出秀 这五种感觉的多元的感受呢 让他们对生活更有感 那也能够呢对日常环境 生活环境呢能够多一些互动与关怀 那我们这一次呢 明传大学的师生们跟我们一起种下的 在将来11月份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来制作香草果茶 明传大学表示 这一次透过学院USR团队计划 不只是让小朋友认识香草植物在生活当中的应用 更让大学生带着国小学童使用手机平板电脑 来将整个过程透过拍摄采访给记录下来 透过种植香草认识媒体多元文化传播教育 而这一次还邀请到了淡水香草街屋蔡一伦老师 来跟同学讲解许多香草的特性 并且让学生亲手种下学习 是明传大学传播学院USR第三年的一个合作计划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带着小朋友 从种植香草的过程当中 学习所谓的媒体素养跟多元文化的教育 那我们透过这些学习单 可以让小朋友去认识香草的一些应用 跟它的一些特征之外 我们也透过所谓的联想新制图 让他们能够发挥创意 去做一些多元的一个联想 香草植物其实有很多好的成分 比如说抗氧化 或者是一些抗菌防虫的一些功能 然后它以后可以把它泡茶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功能 喝到我们身体增强抵抗力 今天就是教各位如何去种香草 把它栽培长大之后 接下去我们就要把它采收利用 这整个一个过程 从产地到餐桌的一个概念 学校表示 大学与国小学童的合作 让他们透过种植记录 看着植物长大 而这些香草是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包括了饮食文化的知识 从产地到餐桌 种植香草长大后 在料理当中 看见品尝与闻到香气 成为生活中食材的一部分 并且透过手机平板来记录 不只是体验如何种植这些香草植物 更学习到不一样的饮食文化 将这些过程透过大学生的专长 去做成为故事回馈 给国小学童让故事创生 打造出不一样的食农教育体验 记者许端一带学采访报道